台语歌后江慧要告别歌坛 这几天抢江慧演唱会的票 成为了全民关注的焦点 歌迷彻夜排队却买不到票 差点就发生了暴动 有学者就分析 江慧他的歌投射出了许多人的内在心声 甚至是跨越了族群和语言的隔阂 抚慰了许许多多台湾人的心灵 每个人口袋里的台语歌单 一定会有几首江慧的歌 就算不会说台语的人也能唱上几句 从早期十八海岸到后来 九九星星 八九宝杯等等 江慧将台语歌带向了新的境界 学者说在台语歌谣的历史传承脉络下 江慧在记录侠凤飞飞之后 把台语歌推到了顶峰 他延续凤飞飞 记录侠唱台语 结果他现在 你看现在这个抢票的风潮代表了什么 他根本就是一个巨星 一个跨越族群的巨星 这个巨星其实他表示的就是说 他已经超越了 就是说被贬义的台语的那种困局 然后他拿到一个真正的平民歌后的 这样一个境界 实际先说后期江慧透过商业包装 跟形象的重视 让台语歌从本土走向亚洲 也让一向受到贬义的台语歌 跨越了族群语言的隔阂 拉高了台语歌的层次 作家刘克湘更认为 江慧的歌声中有一种特殊的质地 让台语歌变得很不一样 因为它代表的不只是底层 它的底层是来自于 从小在这种比较辛苦的房间下长大 那样的声音就透露出来的歌声 一种质地我觉得是来自于普罗大众 江慧在演唱会前宣布唱完了今年 江峰麦造成了歌迷大奖票 售票现场出动了警察维持秩序 稍不小心就几乎要造成暴动 但学者认为 同样是一代天后的江慧跟凤飞飞 两个人对待歌迷的态度 看起来似乎不太一样 凤飞飞后来也是生病 但是他没有讲 他到过世前都很疼惜 这些歌迷粉丝 江慧的封麦 虽然他没有讲说他有什么问题 他应该十六场唱完之后 再说我要封麦 你现在讲的意思那是什么 其实就很有人家算计的味道在里面 江慧的歌声在政治黑暗的时代 抚慰了不少台湾人的心灵 但学者不会言 江慧封麦的宣布考虑有见周到 身为一代国民歌后 他建议或许可以仿效前辈纪录侠等人 当年在三军球场 现在的总统府附近搭建舞台 举办一场告别演唱会 为他的封麦留下最美的身影 接着陈树君朋友组台北报道